以萱帶來的 原名風味涼拌 阿樂劑 是阿樂劑 阿樂劑 阿樂劑是這個 好煩喔 阿樂劑 還真像 妳說 這個中文叫什麼 原住民的涼拌 漸損 對 漸損 涼拌漸損 其實原住民菜有很多 很多好吃的菜 很強 那其實特別注意的是這個 這個是 吃的都是生的 怕你們不敢吃的時候 我有把它減少 它很鹹 它非常鹹 對 很鹹 營養師在前面 妳還看 先告訴它鹹了 原住民都比較重口味一點 為什麼會帶這一道菜來 其實今天為什麼要做這道料理 是因為 漸損劑 然後我們的冰箱打開 全部都是漸損 就算再愛吃 也會膩 糟糕了 營養師站起來了 發飆了 營養師要走了 然後我就跟爸爸講說 漸損我吃膩了 可不可以換個味道 爸爸就 因為我爸是廚師 所以就直接用涼拌給我們吃 這個是我爸爸的味道 對 OK 你跟爸爸的感情好嗎 其實 因為我爸跟我媽國小 他們就離婚了 對 然後在我的印象裡面 爸爸就是一直都在工作 對 真的很鹹耶 很著名的朋友 你們怎麼吃這麼重口味 我們都是吃生的 真的 好鹹耶 真的有鹹 因為它是用生的下去醃的 對啊 你看 你看營養師 你看 那你做這道菜給爸爸的原因 是什麼 因為我印象裡面 這是爸爸的料理 對 這個算是下韭菜嗎 不算耶 就是正常菜餃裡面的 對 開胃菜 對 然後我們飯就會吃很多 因為有鹹豬肉 對 其實也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省錢的吃法 真的啦 我講真的 因為客家菜很多 為什麼那麼鹹 是因為客家 以前真的沒有什麼鹹 然後所以他一道菜 都會做超鹹 就配很多飯 對 然後他很快就吃飽了 對 那 聖大哥 你在親喉嚨是不是 聖大哥吃了一口 這樣 好吃 太鹹了 好吃 好像冰箱裡面 剛剛拿出來的 吃了以後 讓你的心都冰冰的 好舒服 心冰冰的 我現在是覺得剩餘有點痛苦 一塊而已 還好啦 好舒服 營養師一下就喝掉了半杯水 是 其實健筍是很健康的食物 而且現在又當季 而且健筍是所有筍子裡面 膳食纖維含量最高的 它的纖維是蘆筍的1.3倍 所以其實健筍非常適合 減重或者是爸爸來吃 都非常的健康 那要怎麼處理比較好的 健筍 就簡單燙鍋 我為什麼那天聽過 人家講過一個是 其實筍子是算是有毒的 沒有啦 沒有沒有 不會 筍子是很健康的食物 而且現在又當季 它比較是良性 可以多吃 對 因為它可能會比較 涼一些 那般一些薑片 就可以讓它中和掉那個涼性 所以其實外面小吃點 那種涼筍 熱量那些是低的 但是其實涼度 對女生來說是還是要少吃 要比較注意 加點辣椒也好 辣椒 薑都是一些辛香料不錯 OK 就可以中和掉 可以 好的 所以筍子是可以吃的 就是那種筍片 我也超愛吃筍片 對 我也好愛吃筍片 就是加美乃滋也可以 對 其實這個就是很道地的 原住民的口味 原住民的口味 原住民口味 我覺得好吃 我之前常去吃原民的餐廳 最近 我從來沒有去吃過原民餐廳 原民餐其實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對 而且他們的有些融合一些平地人的口味 整個那個烤魚 好吃 舒服 一定要 舒服 舒服 謝謝菁萱